近日,印度空军司令阿伦沙阿表示,印度空军苏-30MKI战斗机曾在今年1月份,监测到我军舰20战斗机。 与此同时,苏-30MKI还发现了演练中的肩负11以及肩负10印度空军司令的此番言论在中印两国,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展开热议,但是就连印度本国媒体都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看法,因为印度军方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,因此很有可能只是提声士气的一番说辞,但是仔细思考一番。 不难发现,印度空军关于苏-30MKI发现歼20,这样的言论几乎是没有经过大脑考虑的,其中存在不少严重漏洞。 我国军事专家表示,首先从我国西部空军队抗演习的地域来看,距离中印两国边境地区大概有1000到2000公里的距离,而苏-30MKI战机所携带的雷达,探测距离仅仅只有100公里左右。 因此苏-30MKI能够发现歼20根本是不可能的,而另一方面,苏-30战机我军也有所采购,而苏-30的前身,便是大名鼎鼎的苏-27战斗机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我军便长期使用苏-27战斗机,对于该系列战机的性能,自然也是了如指掌。 苏-30MKK我军代号,同印军苏-30MKI,在我军部队已经服役多年,究竟能不能探测到歼20,我国空军自然是明白人。 龙博透镜反而言之,如果印度空军司令所言,属实,那么也仅仅只有一种可能性,首先便是歼20飞底中印边境线附近,其次歼20特意加装了龙博透镜,从而加大了雷达反射截面,有利于地面雷达的捕捉。 也就是说,歼20从隐形状态主动献出真身,责任必须拒绝。